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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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你 輕輕呼喚著我的心靡 黑暗中 你愛親映著我 噢我深 我的心淡淡 特無盡敗你 天使圍繞 帶領我看見你 事加上淡淡我醉 何受愧 任手邊上交換我生命 恩典只留恢復我的結局 與我同在世我堅定 主是你 輕輕呼喚著我的心靡 黑暗中 黑暗中 你愛親映著我 噢我深 我的心淡淡可無盡敗你 天使圍繞 帶領我看見你 直到愛穿越高山 直到地基 四下恩惠 陽光在這地 恩典只留盡回舟 chip MARY 我佔頂 後殘舍 他積電 你再當花 跟你置圍繞 你死丑 鼻子 與你乳術 依舊我站立 似爱怜悯淹没我的心 此事充满主恩典 因你保释心事忘却 我渴望见你容眠 与你奇妙容眠 此事充满主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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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祢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 祢的恩典 却是一生之久 谢谢祢 每天都在祢的恩典中存活 认识祢 是我最大的恩典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弟兄姊妹早安 今天我们很高兴再次到神的面前 每次读神的话就充满着启示和亮光 今天让我们透过神的话 喂养我们的心也塑造我们的生命性格 你知道吗 生命记虽然讲到好多的律法 其实神是透过律法来塑造他百姓的生命性情和生活 透过律法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那透过律法我们会被塑造出一个美丽的样式 那一个个人如此 一个社会民主也是这样 譬如说有人说台湾最美的就是人 意思就是台湾人很温和 台湾人带人和善 很乐意帮助人 上一次意大利神父在这里 因着他们意大利的新冠病病变得严重 他恳求台湾人帮助他的祖国意大利 他在台湾做神父已经几十年 他才出来一呼吁 才几天就收到上亿的捐款 还有一个老阿嬷特别骑家车 把他卖菜的钱拿去捐给神父 看到没有 台湾人是很善良的 所以人呢 外人旅客来到台湾很喜欢台湾 因为台湾是一个美善的社会 良善的社会 这样的一个社会多好呢 那这一个社会的行程就是日积月累 把一个性情塑造在这边 那使得个人或是这个社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同样我们也祈求上帝帮助我们 神的儿女 神要他的儿女 也活着一个尊贵良善的里面 所以透过这些点点滴滴塑造在里面 塑造成一个美丽良善的个人民主 塑造出一个有高洁品格伟大的民主 那这就是神的心意 那今天的经文生命纪23章15到25节 说了好几方面 那第一个就是要尊重弱势人权 15节说 若有奴仆托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 你不可以将他交付他的主人 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 在你的诚意中 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 不可欺负他 上帝说不可以欺负那些无力反抗 那些弱势 那些外来客人 是的 他是外来的 他是弱势 他拿你没办法 但是他神说不可以欺负他 所以丢子妹 神要我们打造一个有善的社会 你知道这些奴隶已经是很可怜 逃脱出来以后 神说他来到你这个城市 你要善待他 在你的诚意中 你要跟他同住 而且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 看到没有 神顾念这些软弱贫穷而弱势的人 他们来到你的城市 他们能够在这里觉得安全 则觉得被善待 所以我相信神在这里有一个心理 记得读啊 我们所在的地方 就是要去打造一个友善的社会 友善的社群 友善的办公室 在我们的网路里面 我们所在的那个群主 就是友善的 让我们要散发出友善 而不是充满的批评 负面或者是攻坚等等这些 让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友善的 这是神要我们做的 那特别在台湾 我们里面有许多的移工移民 外劳甚至外籍新娘 盼望我们 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善待这些外来的人 因为他们来这边工作已经很辛苦 每一次我到台北火车站 特别周末的时候 到那边看到整个台北火车站大厅 都是那些外劳 他们聚在那边 一方面的确好像秩序有点混乱 甚至会带来一些脏乱 甚至一些吵杂 但是看到那一幕 我好喜乐 丢子妹外劳他也是人啊 他只是来这里工作 来这里赚钱 他也是人 他也有需要朋友 他有需要生活休闲 所以周末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能够有一个跟朋友相见 每次看到他们在那里 聚在那边有说有笑 我说原来他们也是一群很快乐的人 他们需要跟朋友见面 而来到台北火车站大厅是有冷气 他们是负担得起 不需要再花钱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没钱啊 所以才在这里工作 所以如果有一个地方 让他们能够朋友相聚 又有一个环境好 多么好呢 所以丢子妹 感谢主啊 我就是想到台湾真好 容许这些人 让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 能够一个礼拜的新工作辛苦了 能够在这里聚集跟朋友聊聊 看到他们买一些饮料啊 一些食物在那边 朋友坐在地上聊天 很快乐 这才是台湾嘛 所以丢子妹 上帝要我们塑造一个友善的社会 友善的社群 友善的环境 这是第一个神要他的百姓所建造的 第二个呢 是讲到神禁止性交易 十七节 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以有妓女 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以有软童 那神定规在以色列的百姓社会中 不可以有性交易 因为有了性交易 就会延伸很多其他的暴力或犯罪事件 比如说贩卖女童啊 或者是女童失踪啊等等 早年在我们原住民 有很多原住民的女孩是很悲惨的 因为他们的父母贫穷 就被很多的人用一点钱啊 或用一点货物品啊 就把他们的女儿就买掉了 那当然这些女孩将来都是很悲惨的 那所以呢 神禁止这种性交易 神说这是神所证悟的 好 那第三个神在这里处理的是要 体恤弱势 不可向弟兄取利 十九节说你借给你弟兄的 或是钱财或是粮食 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 都不可取利 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 上帝定归 神的百姓不可以向兄弟取利 那当然现在的社会是另外一件事啊 因为古代社会 还跟现在借钱有很大不一样 古代人是很贫穷的 所以他借钱不是借钱去买股票 不是借钱去买房子 不是借钱去买车子 借钱去买山西产品 古代那些贫穷是通常 是没钱 所以跟你借钱是食物 是粮食 是生存的问题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里面 所以如果他们已经够贫穷了 借钱为了维持生活 活着下去 再给他取利 那他就更贫穷了 更不可能搬身了 所以呢 神在这里定归 背后有一个精神 第一个就是上帝 不希望 神需要他的百姓 神要以色列人当中 没有贫穷的人 没有贫穷的人 那所以呢 那当一个贫穷人 当按理戒的时候 你不跟他取利 他就有机会重新再起 重新再起 这是上帝很大的心意 而透过这些 能够不 让整个百姓社会 都能够兴起来 那其实一个社会 最好的就是中产阶级越多 那这个社会就越和谐 越来越安定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 我们也有一个责任 如何让更多贫穷的人 能够脱贫 整个社会要有一个计划 我们要有能力 我们就要帮助人脱贫 让这个社会往一个中产阶级 在社经的地位上 能够不断的提升 其实这个社会才会和谐 那说真的 过去我曾经去过 这个东南亚一些国家 我从一个角度来讲 当然我会了解 为什么当地会排华 你知道华人的社会 华人因为殷勤努力工作 那当然殷勤努力工作 你要说本来他就应该富裕 那些当地原来的原住民 原地的百姓是比较热天的 就是没有那么殷勤工作 有了钱就赶快去吃喝完掉了 所以他们就继续贫穷了 可是呢我就发现了 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 就隔一条街 那这条街的对面 哇 都是豪宅一个社区 一个高高围墙围起来 我从街这边看到 都后面那个大院子 都有很大的那种大天线 那就是那边全部都是华人社区 都是很干净很漂亮的 而这条街之外 就是当地的居民 就一片混乱的肮脏 那我就在想 如果我是当地人 我看到你们华人这样的过日子 而我们这么贫穷 当然久了就会暴动 心就会不平 你们华人是外来客 结果就霸占了我们最多的资源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帮助 不是我们自己富裕就好了 这是不安全的 一个社会要帮助别人脱贫 社会大家要往 这就是神定鬼的 不可向兄弟取利 那一方面上帝说 你要帮助那些 对那些有需要的人 你要慷慨 你要对他有恩惠 有怜悯 有恩惠有怜悯 那神说 你要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 而当有需要的人 来到你面前寻求帮助的时候 你要伸手 你给他帮助他 而且不可取利 好让他能够脱贫 那我想这是上帝的心意 那对基督徒 我们听到这一点 我们就是求主给我们一个恩典 第一个让我们有恩惠 十年的心 对那些有需要的人 让我们的手是松开的 第二个呢 让我们不但是如果有能力 要帮助别人能够脱贫 让整个社会都是能够往上的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 那接下来呢 那第四个呢 讲到许愿的神圣 那二十一节说 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 偿还不可食言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 你不偿还就有罪了 二十三节 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的 弟兄姊妹 这里嘴里口中 神说你许愿就要偿还 其实这个定规背后是什么 神要我们做一个说话算话 守信用的人 那其实一个人的人格很重要的 可不可以被信任 就是他说话算不算话 他有没有守信 那弟兄姊妹透过这个 神说你的口中出的神就算 神说你口说出来上帝就算数 你说了就要去还愿 也就是要去遵行 不但对神 神说你对人对每一个做父母的 你不要随便对你的孩子承诺应许 可是你就做不到 你知道很多孩子在这一点上面很受伤 因为他对你答应的是充满了期待 可是你却忘记了 或你却疏忽了 对你来讲是小事 可是对你的孩子是一件大事 那虽然做父母的 你对孩子承诺了就要守信 不管是买礼物或是要陪伴他 或是要做什么 你答应了就要做 如果做不到 你要很坦诚的 你让你的孩子饶恕 这样你能够建立 让你自己要成为一个 守信用诚实的人 让你的儿女也塑造他成为一个 说话算话有信实的人 求主恩待 我想整个的绿把 帮助我们塑造我们生活 让我们建立一个 荣美的生命性格 愿意今天这几样 留在我们当中 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蒙恩 我相信神的话引导今天 让我们在办公室 透过我们的态度说话 和我们的营造一个友善的环境 让我们走到哪里 那个地方就会增加友善的因素 在这里面 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 感谢主 牧师刚刚跟我们提到 就是有一些 我们需要来祷告的 我们一起开口 为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弟兄姊妹 能够成为一个 眷顾贫穷的困苦的 能够成为一个守信的人 我们一起来 开始来同声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祝你主啊继续地赐下你的恩惠 主啊 让你的话语的交道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守卫 主啊 你今天教我们 主啊 要对过世友善 主啊 要打造一个友善的社会 主啊 你帮助我们 能够不记住到主啊 主啊 让你的主啊 可以成就 主啊 你也继续我们 主啊 你的恩惠 主啊 保守你的儿女 主啊 能够享受 主啊 求你自己来动工 主啊 挪取这些心得平坦的这样做文 主啊 你帮助我们 主啊 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 主啊 使得我们能够享受 主啊 使得我们能够享受 主啊 带领我们 让我们自己的榜样 主啊 让这些父母成为榜样 主啊 让他们可以这样做 主啊 我们占领 愿你自己的作文在这当中 主啊 我们仰慕 主啊 愿你自己成功 主啊 劳尔 主啊 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 祢今天教导我们 主啊 我们要成为你儿女的样式 就是良善美丽的样式 主啊 以至于我们所在的地方 让我们要打造一个友善的社群社会 主要在我们的办公室成为光和眼 主要带领我们面对这些弱势的 主要这些需要帮助的 主要让我们都可以伸出我们的手来帮助他们 主要是的主 祢自己带领我们 主要愿我们在祢的旨意的里面 成为主要一个福音的出口 主要成为一个榜样的出口 愿祢带领我们 谢谢祢 是的主要 感谢祢 主要你说我们要营造一个有爱有善的环境 主要让我们自己就成为一个爱的器皿 主要你过去如何以恩慈来恩待我们 我们也理当如此来待人 主要让我们能够看见在我们周遭环境 不管是在我们的工作场所 我们的家中 我们的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 在困难当中人的需要 我们让我们可以伸出我们的援手 主要我们用爱心来相待 主要我们要给予帮助 我们成为一个给予的人 主要因为你自己先给予我们 你自己先来爱我们 帮助我们 主要如今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给予的人 主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人 是的 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人 主要是的 我们要像你说 我们原本就是一个 好像从混队当中 你把我们拯救的 是我们成为你神果的王子 主要但是我们也要在这当中纪念 主要我们当初也是困苦的人 主是的 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 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周遭这些有需要人的 主要得着这个改变的 主我求主你赐福给我们 主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到 主啊你给我们荣耀的运行中 主啊你的儿女 主啊都是居上不居下 作所不作为的 主啊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 主啊让我们的国家 主啊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教会都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 谢谢你 让我们口中的言理心理的意念 在你面前都蒙你悦纳 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妹 我们在一起同声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现在的疫情 特别还有很多 在不容易的当中 他们还在疫情还是很严重的 我们为他们祷告 让我们也可以伸出我们的援手 来帮助他们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为这些祝福给我们 有能力可以成为其他国家 主啊可以为这些落后的贫困的 或者是外籍外老的 主啊我们来把你自己看顾 主啊成为他们的祝福 主啊在这些祝福 主啊在困境的当中的 人间的工作 天吾把我们的感谢你 愿你继续的赤相安慰之爱 主啊让我们可以做出 抓到我们的爱 主啊百姓都能够在这样子里的真正 好强壮的当中来祝福 主啊感谢你 主啊让这些爱 可以到我们的赤养 可以到我们的恩典里 主啊愿意尽我们在这当中 我们赞美你 主啊相信你的爱 主啊在我们当中 主啊好像爱的权援 公平的权援 就要永远在这当中 主啊求求祈福 与我们同在 我们赞美你 祝愿你自己的 作为在这当中彰显 让每一个佛家都能够 敬谢你 愿主你继续的恩典 还要与自己的生 拯救的手 主啊让我们的各国 都在你的手中 主啊同心 祝我们赞美你 主啊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主啊是的让你的儿女 主啊能够有你的形象 能够去帮助这些弱势的 或者是贫困的国家 主啊是的特别在这疫情不容易的阶段 主啊我们能够将我们所有的 可以的主啊可以尽量的支援 主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恩惠慈脸的心 主啊保守主啊你的百姓 主啊是的助众教会 国外的跨文化的主啊我们宣告 主啊你说教会是你的身体 是他充满万有者的所充满的 主啊你就来让教会在这世代里面 发挥影响力 能够成为各个国家的祝福 他们教会的所在的地方 都要成为当地的祝福 谢谢你愿你继续的带领我们 保守我们主啊是的 让我们口中的原理 主啊出来都是好的 都是鼓励建造人的话语 谢谢主听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祷告 感谢奉耶稣的名 阿们